一路會心微笑98元 其實都很均勢 好了 電子鳳凰 亦都搞定第四場賽事四班千四 黃旗已經舉起了 準備 看哪隻馬會放出來跑 黃旗已經舉起了 隨時就預備起步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有這隻嘉藍 穿椅都搶了 大外擋會心微笑內蘭 進泳中間行線積幅 還有這隻甜蝶效應 在外面位置 才見到還有一隻得全勝 都走上去 中間就是迎風進區 在後面那一陣 才有這隻內蘭的好似必得 外面心中有盈 厚點的馬有威場 再有少少尾四內蘭 電子鳳凰拍攝龍勝動力 在外面其樂無窮 包了落尾馬 就是好勝王 過八百米斷柱 得全勝大 嘉藍跟著第二 外面會心微笑內蘭第四 就是這隻俊榮 中間都吊著第五 有這隻行線積幅 再見到內蘭位置 還有這隻好事必得 外面是迎風進區 大外擋開始發爛 心中有盈 中間甜蝶效應威場 再在外面黃眼罩 先見到其樂無窮 後滴的馬 才有龍城動力 電子鳳凰包尾 好勝王 我們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有得全勝嘉藍 近面盡沒有位置 再見到內蘭那邊 還有好事必得 中間行線直伏 會心微笑 外面追還有這隻是威場 鬥到最後二百米 嘉藍走掉多少 俊榮在第二位外面追著他 再中間位置行線積幅 近面就是得全勝 接近中間 俊榮一衝就已經贏馬 第二名就是嘉藍 第三名就是得全勝 第四名是行線積幅 結果這場賽事 俊榮雖然曾經有少少被人干擾 被人阻擋 但是抽出來中外檔 一樣都衝得贏 第二名的馬就是放在前面走的嘉藍 還有一隻放的 得全勝是第三 行線積幅 第四 林美落好很多飛 四十六元 贏馬 俊榮 考第二的就是嘉藍 第三 都幾難足 得全勝 對 但是林美落飛 得全勝 我們預計都會走 結果都落到來二十四倍 第四 大葉門 行線積幅 他今天都著意跟前了些 但是回來追下去 又不是很厲害 都是略為均速些 10號2號12號4號 二習十幾年 沒關係啦 防藏都贏 492,025美元 入直路 一度以為出不來 但是那隻行線積幅 因為騎下去 不是馬力立即爆起 馬力 給了足夠時間 再轉跑線出來 結果單騎領放的就是那隻德傳聖 今天的賠率其實比起之前都熱了 今天都見到幾隻馬 想走和不走之間的,很奇怪 譬如會心微笑可以多走一點的 他又不是,寧願被人放 自己明明都外面,已經殺了二、三疊了 反而德傳聖,我想都... 寧馬斯和吳佳俊說,機緣十四檔 不如試試用奇招,在前面走 今天有個形勢又比較來前置 結果香港在前面,真的回到第三,硬一硬 兩位鏡頭拍著,俊榮 好了,回上去吧,麻煩你,要不你走馬去拍照 好了,蔡明蕭 那是第八場的頭馬 近期都接連有馬贏的了 這隻都是他跑開的 上次的檔位和今次完全不同 預計的陣上制宇都不同 大家計算到,蘇利華都... 落飛落得很緊要,這隻 俊榮 最緊要夠快啦 今天有個好的檔位 基本上都已經佔他的先機了 那些好事必得 看他會不會就... 跑回他... 贏馬的路程會好些 你知道他多艱辛才贏到那一場馬 那一轉路程... 即是縱然外觀上 其實他都維持得像上場那樣 但是... 今場的表現就會差些了 繼續都是貼欄啦 放頭守好位呢 優勢大啦 所以人家計算到那些飛就來得厲害啦 嗯嗯 好了,看巡台影片啦 俊榮在一個二檔起步的 起步之後其實都有好幾隻馬在那裡搶的 中間大面箍就是那隻嘉楠 開邊有得傳聖啊 會心微笑 都已經出來了的了 那其實見到中間就是甜城效應 今天都快的 但是走走在這裡又比起兩步 然後... 咦...好像... 賣不到去啊 還是怎樣 怕在外面 這裡有很多迫劫啦 那隻行線跡幅 有些迫劫 是啊 因為那隻狐欣未笑賣來 都賣得比較急一點 然後就頂了後面好幾隻馬啦 開邊迎風進區走四搭 回到直路頭一閃 好像有一下那樣 但跟著站下去都再無了 然後開邊心中有型 見回甜城效應 那這裏就叫做收慢了啦 去了後面啦 然後好事必得在裡面 威祥啊 跟著就奇樂無窮在開邊 飽著落尾的就是電子鳳凰 龍城動力 和好勝王 嗯 頭四名的馬都是前面那隊啦 因為其實第三段是很慢的 24秒06的 我覺得那段為何沒有人去嘗試一下突圍的呢 所以就告達你有一隻位置啦 今天都幾好啊 那些馬都很多隻都進來 結果前面那三隻回到來咯 守好位的盡榮就贏了 加藍就突圍先 那都可以頂到第三 所以 因為行線積覆真的很慢腳的 加速過一下是來得很慢的 福榜完畢派載作實 剛才的意外都影響到很多隻馬 多區分 西方議員 指出國際命務 員警方議員 指出國際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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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國際命務